纤细暴力少年约实理查德森 在和穆迪埃同一年 热火在次轮第40顺位 选择了身穿0号的后卫约实理查德森 通常来说 在这个顺位选择的球员 不太可能会成为球队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第一年 这位外号纤细的少年 却用精湛的三分球和暴力的球风 征服了球迷们 那年韦德离开 德拉基奇伤病缠身 热火不得已才让队内的每一个球员 轮流试一试 但理查德森顺利抢班夺权 他不但有出色的三分球 在一号位的防守和组织也有模有样 尽管第二年腿部遭受大伤 但回归后的他 还是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 而热火也干脆地将 这位最初合同全无保障的次轮秀 用一份四年4200万留住 在第四年 理查德森场均拿下16.6分 几乎成长为热火想要的接班人的模样 然而由于热火之前开出太多垃圾合同 他们已经不够给吉米巴特勒开出顶星 因此只能忍痛选择先迁后患 将理查德森送到76人 而在76人 继继续身穿0号球衣的理查德森 成为首发天团的一员 在西蒙斯身边 这位冉冉升起的年轻球星 正在一点点兑现他的天赋 下一期 我们将会介绍另一位不断进步的球员 但对他来说 也许离开才是唯一的结局 他抓紧续剧场上